一朋友家的宝宝刚来月,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,医生检测出黄胆值达16毫克美DL,属于中度黄胆。 他给出了两个建议,赵兰光或是吃阴质黄颗粒。 朋友对赵兰光没什么概念,担心住院比较麻烦,便选择了吃药。 没想到,宝宝回家吃了阴质黄颗粒后,副作用反应相当明显,才一个多月的宝宝,动不动就会干呕,而且,拉细拉得明显精神不振。 朋友看着心疼,赶紧停了要,只是注意多为奶纯母乳,早晚太阳不大事,多带宝宝外出晒太阳,险前月子里时基本没晒过。 幸好,也就两三天时间,黄胆迅速的消退了。 而另一个院房表妹家的小孩,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 宝宝出生三天时,可以很明显看出,小家伙不仅皮肤孔,连眼白都发孔,医生测出黄胆值偏高,建议留院观察。 但是表妹的婆婆觉得,小孩刚生下来都会有黄胆,过几天就会好,没必要住院。 表妹想想,自家亲戚家的孩子刚生下来,时也有过这样的状况。 但没,慢慢的自己就好了,所以表妹也同意直接回家了。 没想到,没过多久,表妹发现孩子不怎么爱吃奶,经常哭闹。 不时还会出现抽搐的症状,背部和颈部会异常攻起。 医生仔细检查后,说孩子得了脑瘫。 黄胆引起的,一家人肠子都要毁清了。 所以,对于新生儿黄胆,切不可大意。 每个宝宝出生后,家人都需要密切关注黄胆变化。 二新生儿会出现黄胆,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身体里的胆红素偏高。 待其出生期到十天肝脏逐渐开始工作后,便会自行将胆红素代谢掉。 所以一般的新生儿生理性黄胆,都可以自行消除。 黄胆通常出现在新生儿出生两天后,这时可以看出,宝宝皮肤有点黄,有的宝宝甚至眼胆也会发黄。 发黄的情况在宝宝出生三到五天时达到高峰,期到十天多半就会消失。 这时,黄胆指数一般不超过15毫克每DL就数正常范围。 说到这儿,我们需要对黄胆指数有个概念,9到15毫克每DL,背轻度黄胆15到20,MGDL为中度黄胆20,到25毫克每DL为中度黄胆25到30,MGDL为中度黄胆25到30,MGDL为中度黄胆。 如果宝宝有出现以下状况,很有可能是病理性黄胆,则是要特别留意。 1. 早发性黄胆,即,宝宝在出生24小时之内就发现黄胆。 2. 宝宝在短时间内,黄胆指数一下子升太高,一天增加5毫克每DL以上。 如,从肉眼来看,很快从面部黄扩散为全身黄。 3. 黄胆指数超过15毫克每DL。 4. 黄胆持续时间太长,超过两周持久不退,或者退了后又再出现,加重。 5. 宝宝试睡很难叫醒,精神明显微米不振,经常酷闹,会抽筋等。 3. 关于黄胆的,医生的建议通常是照蓝光或是阴脂黄,在此,特别提醒,慎重阴脂黄,事实上,在2016年8月,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,总局就已经发布公告,明确指出,新生儿,因幼儿三岁以内禁止使用阴脂黄注射液。 4. 因为,银脂黄本身是中程药,成分不明确,毒副作用很难评说,同时,中程药注射液的风险,越高于口服药。 那么口服的银脂黄颗粒能否使用呢?口服药同样存在一定风险。 2017年CF则发布了另一份公告,修订了银脂黄口服制剂说明书,其中明确强调,口服银脂黄后会出现腹血,呕吐和鼻子等不了反应。 这也正是我朋友家的小孩在服用厌制黄克力后又停掉的原因,所以对付新生儿黄胆,如果是病理性的,较为严重的,遵照医嘱,照兰光。 如果只是常规的生理性黄胆,可以,母乳喂养的宝宝多喂足,白天每隔1.5两个小时喂一次,晚上4到5小时喂一次。 4.如果是奶粉喂养的宝宝,适当多喂些水。 2.若宝宝满月后黄胆还未退去,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多晒晒太阳,尤其在早晚太阳,还不是太强烈时多晒晒成深皮肤。 但要注意保护好眼睛,千万不要让宝宝对着刺眼的太阳看,祝愿宝宝们都能顺顺利利,健健康康地度过出黄胆的时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